哈囉大家好我是爸爸超人 那今天的話是6月3號禮拜四 現在時間的話是晚上6點半 我剛剛去麥當勞那邊買快樂同餐 拿回來給我小朋友吃 他們現在在邊吃麥當勞邊卡通 所以我稍微有些空檔可以來玩一下遊戲 放鬆一下 RELAX一下 OK 那今天登陸的話我記得有送100個帝王冰符 在這邊 每日好禮 今天登陸的話送100個帝王冰符 那各位朋友如果說你們有把這個 漢室挑戰給他解惡的話我相信 今天應該就可以換第4個帝王冰符袋了 第4個那個寶盒了 好那這個活動比較麻煩的就是在最後這一個 就是重駐20次 這個的話就是不管怎麼樣必須要花200斤 因為重駐的話如果說你重駐加零的話就是要10斤 那20次就是200斤 那我覺得還是 還是可以花一下啦 畢竟可以換個烏鋼 然後又換個雲鐵 綁定的 然後又可以拿5個神像罪變 我覺得還算划算啦 所以說我有搞 我有花200斤了 OK 那今天的話我們待會就給他換一下好了 換一下看看可以合到什麼樣的一個寵物啊 第4個寶箱的話就是可以獲得5個紫色零巾 那如果運氣好的話可以合到橙色寵物 那如果運氣不好的話就是 也有紫色寵物喔 那如果運氣真的超水的話那就是 重複了紫色寵物 就變成一個紫色零巾 好吧 給他開一下喔 其實我之前有合過一次了 我之前合過一次了 那我合到的是這個 未重複的紫色寵物 運氣還算不錯 好的我們先把它打開來 我先把一些奇怪怪的寶箱線給他開完好了 因為這些東西會很佔空間 好接下來是基因副本的 給他開完 把這些佔空間的東西給他開完 再來是這個 關渡戰場箱給他開完 沒有好東西 接下來是這個武魂雷台賞給他開完 接下來是這個 冰環漢世寶說這個 他這個廣告活動啊 他講的就是有送橙色寵物 就是那個 三皇群中不是有打很多廣告嗎 廣告就是有說送免費的橙寵 主要就是在講這個冰環漢世寶 但這個機率很低啊 有沒有看到這個機率 0.01%有萬分之一 那兩隻橙色寵物 所以 接著的話是五千分之一 萬分之二嘛 就是五千分之一 你要開五千次才會中 好吧這個先開好了 這個不起不帶沒有傷害 角白魂雲32個 OK那接下來的話就是要重頭戲的 就是要開剛剛那五個 紫色零巾 好來給他合寵物了 OK 來合了 希望可以橙色寵物啊 最近運氣真的還不錯 等一下我先看一下我目前的這個寵物 目前橙色寵物花 紫色寵物花有12345678 好那目前總共的紫色寵物有29隻啊 所以要抽到重複的機率也是算蠻高的 1%會抽到重複的 好如果說合到紫色寵物的話 好吧 好來給他合了 合完 合完之後再去親他們吃完的麥當勞了 培育 真的齁 不知道要講什麼 重複的 重複的變成一個紫色零巾 算了算了我要去說麥當勞啦 我要去說他們吃剩的東西了 OK 各位朋友祝福你們抽到 祝福你們合到這個橙色寵物了 那如果運氣比較不好的話 也可以合到這個未重複的紫色寵物 不要像我一樣變成一個紫色零巾 掰掰